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新年快樂 苦年之後第一次見面 今天是2022年2月15日 正月十五元宵 星期二 我們的節目開始了 好像很長時間 Eric Marty Jackson 我們開始節目了 在香港 我們終於 感受到沿空風水港的二五交加 因病生災的效應了 香港要暴力清零 所以全港攬炒 Johnny Sam Leung Eric Law Pigma這邊就是Ben Wong 這個是Trading Form Trading Form Trading Form 陶小姐 Rebecca也在 OK 暴力清零 全港攬炒 香港人 真的體會到 因病生災 什麼是因病生災 以往讀風水的時候 也是理解 理解 因為病而造成災 因為二飛到五 二黑是病符 五是災難 五黃災難 二引起五 因病生災 生病 這個處境大家不同 香港人理解到什麼是因病生災 因為原來因病生災的體會是用抗疫作為藉口 目的 原來是背後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災難 今年2022年 任人苦年 流年風水的紫白飛升 流年是五黃的災星入中 晶月的流月飛升 以黑病符入中 在原空風水而言 這就是令人 民之喪膽的二五交加 因病生災的效應 流年 原空的三元九運子百缺 是怎麼算的呢? 有個口缺的 上元甲子一百球 由中原四六目為頭 下元七尺中央去 逐年 逆數 順公由 從2024年到2023年 這二十年 屬於原空風水下元八運的二十年 下元館的甲子從七尺入中 開始分佈 逆行的逆推 七尺到六百 所以甲子年七尺,月丑年就六百 入中 到丙仁就是五皇入中 排一下排到去 下元八运的2022年,任仁年的時候 就是五皇入中 就是今年 劉月的晶月 怎麼求的呢?口訣是這樣 劉是五皇,生是黑,每到旺年起八百 劉是指四劉父,神出醜味的流年 就是五皇入中 神出醜味就是龍年、九年、牛年、陽年 的晶月是五皇入中 然後逆飛這樣排 劉是五皇,生是黑,四長生,人生自害 就是二黑入中,晶月 計起 虎年、猴年、蛇年、豬年 這四年就是二黑入中 晶月二黑入中 二月就一百了 數下去 劉是五皇,生是黑 劉是旺年,起八百 四皇戚,子某有年 就八百入中 就是鼠年、馬年、兔年、雞年 八百入中,晶月計起 就是逆行 一月是八百,二月就是七尺 今年任人年是苦年 人生自害四長生之一 所以 冒是五皇,生是黑 即是我們苦年的晶月 就是生是黑,長生 就是二黑病符入中 就是五皇 在中宫 正月的劉月 就二黑入中宫 二黑飛駁到五皇 即是二月四日立春開始 就是劉月的二黑病符 飛駁到五皇再升的中宫裏面 風水的術語是二五交加 今天 正月十五而已 半個月都不夠 全香港都感受到 什麼叫二五交加 因病生災了 風水是營裡兼備的學問 所謂營 什麼叫營 這就是周易所說的象 象 就是掛在眼前的景象 所以又叫掛 掛即是象 掛象 我們用象來取掛 也即是說掛傳說 孔子對八掛 仗義的引申 掛為天為橫 為金為玉 為君 為父 為漢 為馬 掛得為健 這就是孔子在掛掛說掛傳裡面的 elaborations 引申 刑之外還要講理 理就講理氣了 沿空風水的理氣 就是用落書掃 後天八掛的分布圖為衣龜 所以掛雖然只有八個 但是從一開始 五黃土 五土 已經隱伏在其中 所以 沿空風水 揚紮之中 就把紮分為 九宮 九宮 不是一個紮 就是九個格 不是這個意思 是每一個空間都有一個九宮 睡房有它的九宮 客廳有它的九宮 廚房有九宮 廁所有九宮 各有各自己的九宮 說法就是一步一升 隨路轉 這就是責法 蔣大雄的八宅天園庫 說過 欲命八宅之真 千色九宮之數 連分甲子 運轉三軟 說明 後天八卦 用作九宮之用 九宮既定 就可按照三軟九運的時間表 再根據實際的環境 推斷出 這個宅居 對宅內的人的影響 繼而作出改善 什麼叫改善 所謂的改善 不外乎 不外乎 將金木水火土五行 加以吹旺 金就會生水 水就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比如說八博 是當運星 八博是土 那怎麼增強八博當運的土呢 因為土代表正財 八博的近卦 生旺的土 那怎麼生旺的土呢 要用火來生土 那什麼生火呢 用木來生火 我們燒柴 那支柴 怎麼穿它成為火 然後燒成灰 灰就是土 那八博是近土 近土就是 尊貴的土 乾淨的土 那不如是這樣 循循環環 加強五行的功能 汽車要入油 我們做BBQ的時候要加碳 有加就有減了 如果不是生旺的 那就要化洩了 消離於模型 你不將不要的五行 要化於模型 要消滅土 用什麼呢 用金 因為土生金 不斷生金 生生的土就不見了 那消滅金用什麼呢 用水 金生水 不斷生水 金就沒有了 消滅水用什麼呢 用木 因為水生木 木索下索下就不見了水 那消滅木呢 還好用火 剛才講過 要點燃木材 夠柴的就不見了木 消滅火又怎樣 用土 因為土生火 這個叫化洩 消滅於模型 最簡單的生活例子就是 你拿著一支火柴就明白了 一支火柴 整支柴 你點燃它 木生火 消滅就消滅了 好像火柴 不見了 剩下什麼 剩下灰 那就是木 生火 火生土 你消滅的木 先用火 這個手段 火 最後變成土 連火都不見了 那你就消滅了木 簡單地說 就是務求全摘的器機調和 陰陽平衡 陰陽平衡 風水港的下源八運 是指2004年 至2023年 2020年 2020年 所謂八運 八來子八百 這是元空風水的用語 指的是近卦 近為土 為尊 是尊貴的土 所以20年 從2004年開始 2003年 大家知道是沙士 香港一片蕭條 樓價、舖價跌到完全不值錢 從2004年開始 樓價上升 因為近卦來 所以當往的是土地 地產業 古董 尊貴的土就是古董 陶瓷 人生作為一切古董也是 當往20年 更為尊 又是專業的20年 做騙子也要尊 所以就出現了雷曼齋圈 那類什麼東西 金磚四角 什麼accumulator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老人編局 以前是老人編局 在八運 你做騙子也要專業 起碼是幾個牌子 你沒有拿著兩三個學位 怎麼做騙子 還是中金 不流行這些 八運要專業 專業 專業 說一些你不明白的 就叫專業 是不是 2004年之前的20年 是什麼年 1984到2003 這個下源七運 所謂七是七尺對掛 2003年發生什麼事 那1983發生什麼事 港元貶值 前途會談 彭麗自將港元掛勾 1984年開始是什麼 中英聯合聲明發佈 到了2003年 哇 蓬勃了 因為是對掛 對為悅 開心就叫對 凡土人開心 也叫對掛 所以 1984到2003年 這20年厲害了 娛樂事業大城 電影的演唱會 唱片 保麗金 華納 那些 幾十萬隻唱片 哇 演唱會二十多場 好像很普通 陳慧嫻 譚詠 那些演唱會多度 梅艷芳 張國榮 在夜總會 整個尖東 明月照尖東 是吧 幾多舞廳 幾多小姐 哇 下午黃昏開始 人們做Facial 疲頭髮 準備上班跳舞 晚上的的士 很快轉 你知不知道 走去九龍堂開房 勤力一點的小姐 走兩轉 九龍堂的士再回去 走多一轉 尾場再走多一次去九龍堂 哇 真是 紙醉金迷 對掛 根據說掛傳 對為少女 又為毛 毛絲的毛 為妾 為口 為毀節 所以 這二十年 神君流行 二拉處處 靠把口搵食 揹個摳機 走遍大江南北 皮包公司 周圍都是 不正桃花 虎十即使 因為為妾 為毛 一九八四年 之前二十年 又怎樣 那個叫六魂 八七六 你趨上去就知道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八三年 二十年 八六魂是甚麼意思 六百 六百就是錢掛 六百錢金二十年 錢為天 為還 為君 為父 為馬 掛得為賤 甚麼是賤 不停就叫做賤 只要肯做肯捱 一定有出頭天 多少人開的士 變車主 一架變四架 四架變六架 然後買了幾層樓 開的士可以買 變成幾架的士 再加上幾層樓 我的同學有這樣的父親 小學同學 說出來好像不可思議 現在計算不可思議 不過他們真的做得到 不知為何 每二十年一國運 就是三元九運 就是這樣往上推 你再推就是五王 五王是甚麼 1944年到1963年 厲害了 二線結束 國共大戰 然後中共建政 然後土改 然後反右 然後大躍進 餓死四千萬人 然後文革 災難 全部都災難 中間還有一些寒戰 有沒有人發達呢? 有的 當運就發達了 五運 發災難財 你問一下霍英東家族 有的 這些原運 是按照周易基本八卦而來的 所以對易經的基本八卦 你必須要掌握 掌握才能夠明白 這個原運是怎麼來的 八運的二十年 不單止只能夠用八百近卦 還可以用未來的九運離卦 和一運的一百坑 因為三元九運是把九公配三元 一元分得三個卦 即是七運用七八九 八運可以用八九一 2024年之後就九運 可以用九一二 這個在原空學來說就稱為三般卦 無非要與時合和 說就是這樣說 原空風水所用的九星 即是周易的基本八卦而來 基本八卦加上中土五王 用於我們住宅裡的九公 象徵 一百 是水 即是陷掛 五行屬於陽水 二黑是土 是坤掛 五行屬於陰土 三壁是木 即是陣掛 五行屬於陽木 四六是木 即是順掛 五行屬於陰木 五王是土 中公 中土 陰陽是根元運 現在我們下緣八運 八運即是近掛 近掛 近掛 即是陽的土 六百是金 是乾掛 五行屬於陽金 七呎 都是金 不過是對掛 五行屬於陰金 八百 是土 是近掛 五行屬於陽土 九指是火 是尼掛 五行屬於陰火 九星各有自己的五行特性 因此星同星的相遇 就有生黑化洩的變化了 你家裡的底盤 即是你的住宅 住宅的座向是叫底盤 是叫做命 命就是本質 榴槤飛升 就叫做運 即是時間表 流月的飛升 叫做trigger point 點著它 觸發點 就好像 我們巴伯橋起火 誰知火災 用噴火機 噴一噴它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噴一噴 你再要理解多一點的就是 屋留更兼 連夜雨 屋留是一支命 不 窮是你的命 屋留是大運 但是那晚下雨 那就trigger point 因為 下雨才顯得你的屋留 是不是 其實三個加起來就是我們所說的 命運 命要運配 經常說命運好不好 是不是 好運的龍眼樹 就生了很多龍眼出來 好運極龍眼樹也不會生荔枝 我這個龍眼怎麼生荔枝 我的屍域保養得很好 就是一架很好性能的屍域 才是個命是屍域 先 我怎麼保養它 我怎麼 每天摸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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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法拉里 不會是法拉里的 你怎麼摸屍的屍域 屍域也是屍域 保養得很漂亮的屍域 不可以說你的屍域 為何培養一下 才變成法拉里 你已經 命和運就是這樣配 佛家就說不要有妄想 種瓜得瓜 種鬥得鬥 很多低級的人聽到這種道理 覺得很愚痴 很白癡 媽媽是女人 種瓜當然是得瓜 種鬥得鬥 不過佛家說 三歲孩童說得出 八十老翁做不到 大部分人都有妄想 種的時候想種瓜 收割的時候 希望收割的貴 就會有東蟲草 是不是 逐兩計 真是very good 種的時候 種的時候當然當是 冬瓜種 容易種很多 這樣你也想得到 種冬瓜 收東蟲草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妄念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所以三歲孩童說得出 八十老翁做不到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原空九星當命與否 由三元九運的時間表來決定 2024到2023年 以2010年是三元九運的下元八運 八運以八百近土為當旺之星 九指離火和一百陷水為生旺之星 所以目前的八運可以用的是八九一 那三顆星就是近土、離火和陷水 皆為吉星 其餘那六顆星又如何呢 過氣的了 用不了的了 過氣的星優點不見 缺點就現了 好像現在冬天 冬天還說冷氣機嗎 對呀 那部機很冷的 冷氣機吹出冷風還很冷 在冬天來說就是缺點的了 那什麼才是當用呢 暖爐才是當旺的嘛 家居電器 這時候用暖爐 那暖爐比冷氣機好呢 那又不行 香港夏天燒過半年了 如果暖爐和冷氣 隨便可以有一部 你當然可以有一部冷氣 比有一個暖爐 不過今時今日冷氣的確是過氣聲 過氣的聲是怎樣呢 優點不見 缺點就立宴了 好像在你家門前 被一部很長的走廊 衝著這部大門 沿空風水師就跟你說要化殺 那什麼叫殺呢 不利利的東西就叫殺 長長的走廊這個像 在周易來說是屬於震掛 震掛在沿空九星來說是三壁 是三壁 2022年八運之中 三壁是過氣的聲 三壁震掛 如果他是當運的時候 他象徵威武行雷嘛 一雷天下響 是不是 在夏元三運的時候 1904年到1923年 就是三壁震掛 三壁的時候 當運是甚麼意思啊 威武啊 哇 當時厲害了 是不是 革命的年代 他叫兵權 是不是 袁世凱支持光粹 光粹就跟你冒術為生 袁世凱半變 就慈禧復辟 袁世凱支持孫中山 武昌起義 馬上退化門清 建立民國 所以孫中山只能當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要清帝 由得理清 因為軍權在他手上 到袁世凱暴斃 沒有說暴斃 死了 死了之後 軍閥自己分開了 廣東歸廣東 陳濟堂 藍天王 雲南 有龍運 廣西有白崇禧 李宗仁 每個軍閥拿著一隊兵 就守住一個地方 這個是三壁的年代 威武的年代 民間有甚麼呢 哇 有霍元甲 有黃飛鴻 有葉敏 三壁 三壁 從1903到2023 1904 照2003 就是沒有人當頭的時候 但是這條走廊已經是八雲 八雲衝過來 優點不見 威武 鎮為淚 創業 興家不見 過了氣了 沒有優點 那是缺點 代表甚麼 代表官非 衝突 炒價 動不動 拼拼拼拼拼 三個桂桶 都比人惡 他影印他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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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門去廁所 那些就三壁 動不動的衝突 動不動就炒了 他們的家門口還要不乾淨 放了鞋子在這裏 又有波鞋 又有拖鞋 雜雜亂亂 雜亂象徵異黑昆土 雜亂的昆土 即是病符 病符被三壁的鎮木撩起 異黑的陰土 加三壁楊木 楊木挑起的陰土 即是走廊三壁 挑起門前集聯的病符異黑 加中住宅的國人健康就出問題了 這就是風水所說的薩勒 即是不利家宅的事發生 不利什麼呢? 三壁楊異黑 那就病了 如果三壁楊七呎 就毀滅了 即是撞車斷腳 或者突然斷了一條筋 或者突然斷了一條筋 或者不知為何痛風走不到路 或者不知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總之半夜去廁所咬咬咬柴 那類的 原空九星都有其所屬的五行 金木水火土 各有商生 各有化洩 所謂風水佈局 就是利用各星的五行特性 商生洩洩 化了衝突 化殺為勇 就像今年 今年 2022年 任人年 大家都知道 苦年 我們說很麻煩的一年 正月 剛剛開始了十幾天 你已經完全感覺到今年的麻煩 因為榴槤飛升是五王入宗 五王入宗 正東方 就是三壁陣木 陽木 你家裡的正東方 就是三壁 三壁是鎮掛 陽木 另一個稱謂叫陸泉 這是用梓斗數的聲來稱謂 其實沒有特別意思的 是一個名稱 不過很多人在這裏不斷地糾纏 糾纏這個字沒有意思 三壁叫陸泉 是陽木 當往的時候叫威武 叫創業興家 但是現在是過氣 過去是至於官非 至於衝突 家裡的東面 要化三壁 化木 我們說過 化木只能夠用火 動態用長明燈 很多人經常問什麼叫長明燈 長明燈就是長明的燈 不會熄的 永遠是光亮的 靖泰就用紅色輝春貼 就這樣 紅色輝春 這個就是這樣 掛過紅色輝春 不一定要圓形的 紅色就可以了 紅色輝春寫著出入平安也好 身體健康也好 是吧 公給發財也好 沒有什麼所謂 橫財就手 任你 總之你那個 用火的東西 化了它 點著一盞燈 就簡簡單 但問題很多人不喜歡 有一個方便浪費電 那些地方可能不適合有燈 因為怕會藏著它 那你自己用你的方法 簡單地說是用火 來消滅的木 正東方是三壁 東南方是四陸 順掛 鎮掛就是羊木 順掛就是陰木 蒼天大樹是羊木 象徵的是什麼呢 象徵的是威武 好的就是威武 不好呢 衝突 又 decor 那順目是什麼目呢 順目是陰目 了得 非獨生 怨 托喬木 Off 那些攀騰那些 那些判牧 雉雉乱亂一大堆 它又稱為文曲 一般風水詩常說文昌偉 當旺的時候代表了才華 正正正是當旺 1924年 到一九六幾年 文采風流的年代 才子佳人 尼亂北平 上海灘真是多才華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浮雲 偶爾透映在你的波森 過氣變成什麼呢? 過氣變成酒色是非 淫亂 其實才華和淫亂一線之隔 任何的末世 你留意一下 唐末、宋末、明末、清末 是不是? 都見到很多這類故事 柳如是的故事 清流的故事 李相忍的詩 杜牧的詩 周邦彥 柳永 詩詩詞詞 從來俠裏出風塵 從來俠裏出風塵 這類故事很多 四六 目前四六過氣了 兒女讀書就不要坐四六位了 當旺就是才華 聰明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可能會變淫亂了 信過是陰木 凡燒除陰木無形 都是用火 水晶就是火 放水晶擺設 紅色色物擺設 是嗎? 漂亮的東西 光亮 燭台 不點著它 沒有什麼可能 長期 好了 東南方 講完了到正南方 正南方 是狗子離火 陰火 又稱為幼拔 目前當旺 可用的是桃花位 印元 喜慶 人際關係都靠他了 生旺火最好是用木 插一盆鮮花 鮮花的好處在哪裏呢 鮮花的好處是有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生生不息 不斷流傳 不注意 如果你要吹旺桃花 一定要鮮花 凋謝了乾花 就變成滅桃花 滅桃花也是風水中常用的東西 很多老婆找風水師 就是要滅老公的桃花 有很多父母 看到那些小朋友剛剛發育 一邊顧著談戀愛 請風水師進入小朋友的房間 要滅他們的桃花 等他讀完大學 這時候不正經讀書 害怕他有什麼顧著拍拖 一邊拿著電話 在講電話 陰陰嘴笑 迷了雲下去 書本沒有興趣 那怎麼辦呢 滅他的桃花 所以要注意 如果這個生旺桃花用的是鮮花 用水生木 木生火 這樣燒旺你的桃花 長明燈是一個好的地方 好的用途 照著他 紅地毯就更加好 紅地毯是靜態 長明燈是動態 動靜之間你要 得宜 如果你在床頭想催旺今年的桃花 那怎麼辦呢 還有一招 你去這個Sogo 上去不知道是九樓還是十樓 我忘記了 一個Lalik 賣水晶的 水晶這麼大 一個坑 裡面栽滿了香水 水晶 這個瓶是尼掛 香水 煩氣味屬於順掛 哇 陰木生陰火 還得了嗎 你的愛成尼得黑骨銘心 情花和淚眾 愛得淺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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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肉離難離 我想清楚一下 陰木生陰火 始終都是來得是一個暗星 你的愛情永遠都是不動星星暗的 糾纏的 好似順木一樣 理不理 理還亂 唉 是不是 理不清的 那你是不是要這種愛情呢 自己想吧 你說我用陣木生陰火 行不行 那就可以了 不過你的愛情來得很棒的聲音 走雷一樣 還未拍拖 已經全眾大廈知道了 還未約會 全公司都知道你們兩個想拍拖 鬼鬼怪怪 一放工大家一起 一個前電梯一個後電梯 然後在街口的咖啡店 又在那些 Starbucks 見面那些 唉 你說我還未約過 大哥 你們怎麼知道的 人事部都已經通知了 人事部會跟你說 人事部也說不是吧 是吧 陣木 你用三壁生狗子一定是這樣的 那你四六生狗子呢 四六為封 無孔不入 為進退 為不果 愛得前面 愛得淒涼 情深原淺 欲斷難亂 欲斷難離 總之都是很煩的 愛情 OK 講完這些 就是西南方了 西南方是今年的二黑坤掛病符陰土 他的名稱又稱為巨門 當旺的時候 當旺當然好 田產無褲 不過現在是過氣了 過氣是甚麼 病患 孤寡 二黑是雜亂的肚 所以 其實是不用適風水的 你在家裡收拾乾淨 門口收拾乾淨 不要有些鞋子亂亂 一定要整結 西南方一定要整結 不可以集亂 舌土只能用金 但金又過氣 優點不見 缺點立現 所以只能用金水並用 先土舌了金 再用金舌了水 用水舌金 金舌土 金水兩用 將二黑的病符土 舌為金水 水 你那個位置放一個這樣的 圓形 圓形就是代表金 六百乾金就是圓形了 所謂乾為天 為橫 乾為天為橫 即凡圓形的東西 都是代表乾金 而黑色代表水 金水兩用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你把二黑的病符 先用水舌了金 油金 再舌了二黑的 土 昆土 或者用一個圓形的鐘 很多人經常問鐘 鐘是怎樣 黑色代表水 鐘 因為它不停 在家庭用品 在家庭用品 只有鐘 是永遠不停的 停了就叫鐘 停了就叫鐘 停了是位折 一個鐘 不斷走 就代表乾 圓形 就代表乾 黑色代表水 你說用電芯好 還是上鏈好 搞清楚 在易經的掛理來說 它不停 乾為健 凡真不停 就叫做乾 所以用電芯 使它不斷轉 還是上鏈 還是不斷轉 是你決定 電子中和機械中有沒有分別 原則上沒有分別 因為它只是健 乾為天 為橫 為金 為肉 為馬 為韓 為軍 為富 為健 健是什麼 所以用這個邏輯 你就明白了 就是說 如果你 用一個圓形的魚缸 魚只能夠生活在水裡面 魚是彰顯水的特性 而圓形的魚缸 就是代表金 那就是金水 如果你的匪 方便放一個圓形的魚缸 再放四條黑魔理 那那裡就洩了二黑病符 如果你說不是 那是床頭 怎麼養肝魚呢 大哥 當然就不掛過這些複字 掛過這些複字 是不是 枕頭是沒有圓形的 是不是 應該沒有 如果不是用一個深藍色的圓形枕頭 不過沒有枕頭是圓的 是不是 枯筍 你不會枯筍當作枕頭 應該沒有 這個就是我自己寫的 不過是不關我的事的 不一定要我寫的 你寫的 其實 取其黑色字 而已 在圓形的金的紙裡面 尼金紙裡面 寫一個你寫的複字 不一定要複字 寫一個綠也可以 寫一個瘦也可以 你們喜歡什麼字 其實 魚缸是沒有問題的 動態 好過靜態 但是 魚缸你搞清楚 一定要整潔 因為很多人養魚 都用了一股味 一股味 胃臭就變成五黃 你目的就是想著 魚缸用金水 最後變成五黃 因為有一股臭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用魚缸 一定要保持魚缸 一 乾淨 整潔 整潔 我也見過有一個醫務所 他門口放了一個圓形 日本畫的那些鯉魚 日本畫 有一個圓形的 門口上 各有各的 方法 原理上你明白就可以了 其實 黑色手錶 這麼高張 黑底地通拿 那當然是 金水 要黑底 黑底地通拿 打在手裡 哇 真的行走江湖 也不夠你來 這個GK康也不是普通人 可以的 你就買一個地通拿 黑色的 應該是可以的 是不是 應該沒有問題 你去到哪裏 也虧五黃 那 正西方就叫七尺 七尺就是對金 陰金 又稱為婆君 當旺為喜悅 金勇 但是現在過氣了 是不是 都是1983到1984年到2004年 那個就是七運了 所以唱歌 就把口吻吃 因為對為口 對為月 對為少女 是不是 對為妾 現在被人說 二奶的字眼 以前 個個都是二奶 整班廠龍 在大陸有些人 包五個二奶 幾百元一個 不包 真的對不起自己 是不是 七運 現在你試著上去 嘗平 把我二奶給我看看 哪有二奶呢 名次 說出來被人瞄 當你傻子 是不是 不正桃花 因為是為妾 當旺就喜悅金勇 過氣就是缺點 口舌 毀折 不正桃花 化雪 因金 都是用黑色 藍色 灰色 顏色 擺設 象徵水的東西 或者是用水墨畫 掛幅水墨畫 書法 藍色的東西 海野 魚 那類 西北位就是六百錢金 洋金 又稱為武曲 當旺就是權威 武職 過氣就是辛勞 勞而無功 因為是健 一個造字 洩金用水 錢金厚重 養江魚比較好 但是靠靜態黑色的擺設 怕力度不夠 有 這是西北方 正北方就是一百 陷掛陽水 聲稱為貪狼 一百為生旺聲 主科名 明陽四海 如果求學時期用這個為用事位的話 那就聰明科甲齊來了 生旺水要用金 動態用時鐘 靜態用威嚴的銅脹 為了貼一個鹽形 圓形金水 兩用福字揮春 剛才見過了 我免得推銷自己的字 我免得推銷自己的字 是嗎 有人說水晶是金 那個人 傻人就不用理 東北就是八百近卦 土又稱為左庫 當今白雲 白雲為當雲星 主政財專業 生旺土當然用火 長明燈 一盆鮮花 這些鮮花放在那個位置 紅色輝春 你不喜歡這個複字嗎 就是複字 如果不是的話 放這個壽字也可以的 八百近土 是尊貴的土 所以你放一個貴重的瓷器 或者在蘇富比 頭過二千多萬的佛像 陶瓷 或者在 支連政院 南連園 南園連園 南園連園 那些瓶子 好像有個旗石館 你買一個石 用一個孫子的鑑放在那裡 那個就要緊 一方旗石 或者一個名貴的瓷器 都是這樣用的 但今年最麻煩的都是中公 中公五王 五王是土 又稱為廉禎 五王為衛土 什麼叫衛 二黑是雜亂的土 二五八也是土 我們先分析 凡雜亂叫做二黑 在像上來說 凡有臭味的 就叫做五王 是災星 二黑雜亂代表病 所以你家裡如果有雜亂 基本上已經不健康了 因為那個像出了 如果加上臭 臭很容易 不要說錯了 好笑的 有些人養寵物 處理得不好 那些寵物 那些大的狗 拋了尿 在木地板上 拋不到一股味 一股臭味 那些貓 如果在你的床梳化 拋了尿 還會死 貓的尿 和牌子物 特別臭 如果你的家裡 有一股這樣的味 那個就是五王 災星以燃 全屋 擺什麼都沒有用 那麼 今年榴年的中宮 就是五王 五王為威臭的肚 除了五運 剛才說了五運 是1943年到196 1944年到1963年 這二十年 你可以發堵災難財之外 其他緣運也屬於災星 舍土用金水 但是中宮不容易佈局的 我自己的建議做法就是 擺一張圓形的桌子 黑色的圓形桌子 因為圓是金 黑色是金水 中間放一個 圓形金水兩個幅字 放在下面 壓一塊玻璃在上面 你就經常看到那個桌子裡面 玻璃下面就藏了一個 金水兩個幅字 如果不是就是這些了 我找一個藝術家朋友 幫我做了一些杯戰 杯戰 就寫著自己 我寫的福字 就放在桌子中間 圓形就是金 金色也是金 黑色就是水 金水 就放在家裡 當作桌子裡面 當作杯戰 如果不是 你放一個圓形瓷器也可以 放一個佛像 那些 如果不妨礙你的話 總之 你要達到明證效果 如果不是的話 不方便 你可以嘗試 放一個圓形地毯 在地毯店裡 也有圓形地毯 凡是黑色 藍色 灰色 都是代表 水 圓形代表金 如果你的梳化前面 有空間 放一個圓形地毯 黑色 藍色 灰色 這樣也是代表了 金水 金水就會虧了中間 中宮的五王 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 杯戰就是簡單一點 不過小一點 小一點 就可以放在桌子上 不過中國人不用杯戰 很奇怪 我留意了一些學生 很奇怪的 在外國 無論是貧富 他們會用一個杯 那杯就會放一個杯子 很自然的 把杯子和桌子的摩擦減輕了 但是中國人的世界 我留意了好像很少人用杯戰 不知道為什麼 這可能是傳統文化的問題 西方是很流行的 一個杯子 就算有紙 一張紙牌也放在這裏 你去酒吧喝啤酒也放紙牌給你 給你 做一個杯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中華人的世界就沒有了這件事 好了 其實 吵吵吵吵 沿空風水的事情 我知道大家 過年之後 這幾天的氣壓都很低 說說這些八卦的事情 無雙大雅 你當作為神棍八婆的東西 你當作為博君一笑也行 是吧 那不用 最後 林鄭月娥 李家超 菲蓉 又染了 活該她的死 快點人道處理 我也不想說這些 是不是 這些負面說話 這些放負的 氣氛 你當作為衝擊著全香港 你上的士司機又這麼說 電台又不知道怎麼打進去 她這麼說 她的女兒兩歲 染了之後 進去醫院又不收 她又這麼說 然後在外面吹風吹三個小時 都未能收 又這麼說 然後又不知道哪個菲蓉 在聯合醫院 確驗了之後 她叫她回家 嚇到護主打她想問 那菲蓉怎麼處理 那對方又說真的不能處理 什麼藥吃啊 她又說袁國勇教授 叫我們多喝幾杯水 和吃些 Pan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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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嗎 喝幾杯水 吃些Panador 如果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不是那麼嚴重 不是啊 林鄭今早又開記者招待會了 絕不投降 我們不會和病毒共存 一定要清明為止 訂了一億劑的 快速測試劑 那試到之後怎樣呢 試到之後怎樣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 初初 我們醫管局的總監 就叫我們去 自己開車去急症室 唉 她又沒有說我拍哪裡 如果我留意我的車 那怎麼處理 她說不如坐的士吧 總之點吐點吧 不要在中間轉車 她意思是叫我不要坐地鐵 不要坐巴士 自己坐的士去 然後兩天不夠 又說急症室爆了 那就不要再去急症室了 找你自己的Family Doctor去診所 又不夠兩天 菜堅呱呱叫 你有病千萬不要來診所 大哥 你確診來我的診所 投留十五分鐘 我的診所變成疫區 那是怎樣啊 所以我也不想說這些 所以找了一些 希望能夠駁你作為娛樂性強一點的 沿空風水 今年流年的 九宮方位 五行處理的一些方法 純粹娛樂 不要太認真了 始終失運過了 神棍沒有運行的了 是吧 OK 我們一會一會一會 我就跟著講道德經了 現在那個Fan Page 他會主動把你們的說話 引沒了他的 你不斷要按住他 因為看不到你們 我剛剛看到Eric Chan說 謝謝老師 其實我看不到他 其實我不是沒有禮貌 他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不見了 他一定要幫你按住 我手臉要按住 按住 才能按到的 否則看不到 Sherling Tang 我家一定會用杯箭 你有教養 這樣 證明你不是普通人 是吧 又不見了 又要按一按 很頑皮的 Facebook 真的是跟你很鬥氣的地方 是吧 比如 CY Love Peace 老師 元宵快樂 謝謝你 其實香港人很難快樂 我想每個人都有各個困難 攬炒的意思就是這樣 不過 想不到 當年年輕人 一時的義氣說話 說攬炒 竟然由香港林鄭的政府去執行 這是最大的時代諷詩 只是這樣 好 我們講道德經 西偉破財委 如何對付 西偉是對金 講完了 你用水來洩他 養光魚 不過西偉破財委是你發明的 葉成康 西偉的那個叫七尺 七尺是毀節的意思 毀節跟破財無關 毀節是毀節 你的腳斷了就叫毀節 你離婚就叫毀節 你的工作沒了就叫毀節 毀節的意思就是 本來功能的東西 不功能叫毀節 不過現在你用的名字叫破財委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你 好 簡單來說 西邊是叫做對金 是陰金 虧對金只能用水 你養光魚就可以了 養光魚也破財了 你已經要買光魚 又要買泵 又要買filter 好了 《道德經》第59章 《道德經》第59章是說什麼呢? 他說 《孶零師兄》 《道德經》 你家人家人家人道 《二十十十三說》 你說我現在甚麼都得到 走 Armen 心根故底 長生久事之道 短短的一篇 內韻很夠的 含意很深 智人是天莫若識 符為識 是以祖福 祖福為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為心根故底 長生久事之道 什麼叫識 我們現在很喜歡把論識加起來 論識 孤寒呀 論識 其實論是論 識是識 什麼叫論 應該付出的時候不肯付出 那些叫論 什麼叫識 韓非子說 小費為之色 即是不浪費才叫做色 簡單地說 論是應付出而不付出 那個叫論 色就是不浪費 叫做色 老子說 智人是天 莫若識 什麼叫做是天 是天之所賦予人的深聖本能 簡單地說就是收身 智人 是天 就是智人 管治別人 自己收身 對外是智人 對內是收身 就是我們生活的做人做事 簡單地說 用現代話說 其實很簡單 智人是天 就是做人做事 莫若識 老子在這張 想告訴我們 我們做人做事 最重要是不要浪費 什麼叫不要浪費呀 說話要折省 廢話少說 最好就不說 不做無謂的事 集中意志做正當的事 這個是對精神的折省 對生命的折省 因為只有愛惜生命 折省聰明 才能夠及早 服從於道 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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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你及早 服從於道 不浪費生命 小說廢話 小做 不必要的事 做事乾淨利落 簡單明瞭 是天 還有一個意思 包括一切宗教的活動都是視天 在老子2500年前這個年代 春秋年代 各種宗教活動花樣很多 整支整造 是不是 這些對老子來說 都不對 人應該節省自己的生命 精神 所以道家的修道秘訣 就是 色 色 就是 不要浪費 色 佛家入門就講空 空講的是布斯波羅密 道家入手就講色 是節約 不浪費 以養精促氣為主 扶為色 是以祖福 只有愛惜 精神 節省聰明 才能及早 服從於道 老子認為 唯有真正 能夠識 才可以早伏於道 什麼叫早伏於道 伏 伏食不是叫伏 我們服藥叫做伏藥 道家修辭的方法叫做伏氣 因為識 節省了精神 生命 就早早地把自己生命的功能保持住 後世的道家就這樣說 一粒金丹吞入福 此之我命不由天 什麼叫金丹呢 精氣神就是金丹 化成金丹 服用就是吃下去服用 一粒金丹吞入福 此之我命 不由天 即是說 其實 精神氣 將它鍛煉成為了金丹 這個象徵式 服下去 即是吃了一粒金丹 後來慢慢慢慢地不斷地演變 漸漸成為了丹藥 真是煉丹 服了一粒金丹之後 吃你不死煉胸 哎呀死火得了 祖服為之重職德 重職德意思是說道的用 原德是說形而上的體 道的原理 一個 原德是道的原理 重職德是將道的用 一個體一個用 德是做人做事運用上面的道理 我們現代 將道德聯就是在一起用 很多時候將那些 世俗期望你的約束稱為道德 但是古人不是這個意思 道就是道 德就是德 德是看德為用 古人的德 德 是跟德不德的德一樣 德 德了搞定 什麽叫搞定 成果 成果就是德 道德就是說 將你的道的抽象理論 成為了 具體的 具體的成果 就是德 所以德者 德也 應該先考慮 就是說我們做人做事 先考慮的後果 那個就叫做德 凡說一句說話 凡做一件事 一個行為 做之前先考慮 考慮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不是單單要求 只是行為上做到至善 還要具體地考慮後果 那個就叫做重職德 重職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做事做人能夠先考慮後果 做起事來 就無不克 即是無往而不利 當做事做人無往而不利 所以表面看來就找不到他究竟 就找不到他的 找不到原因 他根本就說 他根本就說 這個人 是不是 找不到他究竟原因 凡人而言 找不到原因的事 一定是神秘莫測 如果不是神秘莫測 就是陰險可報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他識 識就是簡化 撿住中心 不再在旁邊加東西上去 做那個叫識 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 不知道他的極 即是找不到他的原因 一般人看不出莫知其極的道理 在哪裡就認為可以有國了 國不是國家的國 國在古代來講代表土地 代表資產 我們的填紮工 在老子的時代國 不是國家 是代表所有的 有形無形的資產 包括精神智慧的形而上的資產 有國之母就可以長久 國之母就是有形無形的資產 他們的根源 就是形而上的道 也就是形而下的息 也就是簡約 也就是不浪費 明白了他們的根源 生生不息的根源 這些有形無形的資產 就可以長久地 生生不息 所以不單是修行長生不老之道 應該是這樣 代人處世應該注意這個 這個減弱 這個不浪費 有國之母就是簡 做人處世和修道 都是一個大原則之下 是為深根 故底 長生 久事之道 根 一塊植物的根 大家都明白了 那甚麼是底呢 根去到最尖白色的部分 就叫做底 根 深根 故底 即是基礎號 根源救 為人處世 深根故底是基本的要求 所以道家修道的方法 在第十章也說了 尊棄自由 能應而苦 在本章 一開始就說 自仁 是天 做到 深根故底 自然就可以反老還童 長生久事 從來道家的解釋 久事 即是內事 佛家修行 就叫做觀賞 道家就稱之為內照刑區 所以長生久事之道就是精神永遠明亮 就是見道 修行久而久之 因為功力能夠 深根 故底 神光反照 體內的活動 血流的運作 都內照清楚 就知道自己身體 什麼時間要結束 什麼地方有毛病 需要結束的時候 到時候就丟了這個臭皮囊 就離開 修道不是追求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那些叫妖怪 心根故底 心根故底 這個生命就在自己手中 對任何事情 知道了動因 就要考慮後果 就會 心根故底 然後才能夠長生久事 永遠看得清楚 這樣就可以長久了 整個過程其實就是這樣 你看一次他的內文 是天 莫若悉悉 是以祖福 祖福慧之仲值得 仲值得 無不克 莫之其極 莫之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無可以長久 是為 深根故底 長生久事之道 這個短短的一篇第59章 可以可堪換味 今天就到了這裏了 希望大家今天沒有那麼負能量 在今時今日任何節目任何新聞都好像很負面 我希望能夠講到一個盡量去到正面的效應給大家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二再會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